现在这是吃螃蟹的季节 今年做了家人爱吃的螃蟹烧年糕 香喷喷的超级入味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喷看 今天买了三只公蟹 三只母蟹花了70块 我们先简单给它刷洗一下 然后这种尖的肚子这一块 它就是公的 朋友们 买之前还问了一下老板 这个是哪里的 他说是江苏的 会比较干净一点水质 像这种毛蟹就是切好以后 我们切对半就可以了 我的膏 因为毛蟹的这种膏 就是很容易脱落 所以我们准备一点玉米淀粉 把这一面给它沾一点 这样等一下再煎的时候 就不容易脱了 吃这种蟹的话 处理起来也是很方便的 就不用提前去筛 去内脏那些 就在吃的时候 边吃边去就好了 掉头我们切一点姜片 然后我这个是干葱头 没有的话就用小葱的葱白代替 然后配菜的话 我是准备的这种切片的凉糕 接着我们调一个酱汁 加一小勺盐 两小勺白糖 生抽来个两勺 然后半勺蚝油 最后来一大勺猪猴酱 然后搅拌均匀 猪猴酱加一勺的话 可以增加一些复合味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 也可以用海鲜酱 或者是黄豆酱 铁锅烧热 我们倒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接着我们把毛蟹放下去 保持中大火煎 放螃蟹也很讲究的 就是这个切口朝下 这样可以迅速运动 现在两分钟左右 我们就给它翻一翻 翻个面继续煎 接着我们准备一杯米酒 激发一下香味 煎至这种焦香焦香的就可以了 先盛出来 不用洗锅 直接用这个蟹油炒一下料头 接着把调好的酱汁倒下去 炒出酱香味 闻到香味以后 我们就加入清水 先把这个酱汁给它大火烧开 然后这个不要浪费了 给它涮一涮 这个酱汁炒一炒的话 味道会比较香 烧开以后 我们就下入年糕 跟毛蟹 然后盖上盖子 小火焖煮五分钟 五分钟过后 我们就开盖 给它大火烧汁 然后留一点汤汁 等下这个汤汁爆饭也是非常美味的 最后我们可以撒一点葱花 跟白芝麻点缀 今天做了一道花菜炒牛仔骨 白酌菜心 然后冬瓜虾皮汤 加了一点蟹牛 这是毛蟹烧年糕 我们今天晚上就这样吃 大午茶 妈妈不要买个帝王蟹 太贵了 我买 不是会买 很吃饭的 也没说买不起 但是又喜欢给它买 太贵了 没必要 没必要 吃这种毛蟹挺香的 不油了 太甜了 把它这个红色颗帽翻起来 对 那个筛不要强 这边有个筛 还可以把它拔掉 老麻五 糕吗 我这里 这我不能糕 吃不过皮了 转一点点 嗯 上转 最近就不要吃辣的了 摆下来了 成就的拔 那你可以拔下来 你确定不吃这个螃蟹 我来点包包 爸爸帮我拿一下 你来这吃的吗 他要吃糕了 你就拿他弄的 拿弄的 嗯 这样吃也糕了 一会儿就把一半的螃蟹给干 是吗 再啃 刚刚就过去啃 你还啃到脸上全是黄 我把它趋下来 我给你吃 那下边 帮我给你了